彪光 我看到以前的時候 我都去問她的興趣是什麼 譬如說她打網球 我就去訓練拍網球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接觸到的事情 還包括藥用 我是很怕水 我都落水之後就沾用 就吃水就點了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就是 真的想說找個機會 就是跟她打個網球 來找她 就出去遊泳之類的 我就去學學妳知道 結果學學也不能出去 不能去藥用 也不能去打網球 是 各位好 歡迎收看大愛會客室 菜頭梗的滋味 今天我們來邀請的是 本尊洪玉良师兄 师兄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师兄 之前我和你开讲的时候 你都说其实小时的时候 可能那个生活环境 再加上你的个性 我让你再来回想小时候 你有什么愿望吗 其实我的志愿没有很大 我这人可能 说到小时的时候 心也感到小时 感到有一个工作 来有一个技术 要靠这个技术 来做我们以后的生计的来源 那以前就是这样 那以前的时候 我想说我买车的时候 我买到有机会开到 车可以开到的车 跟你后来的生活都没什么样子 所以你如果没有外界的薪陶 还是营养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那心愿都很简单的是不是 其实我虽然你说所谓的薪陶 虽然在爸爸这个环境里面的薪陶 也没有把我的心 分开说变大了 只是说就在那个生活背景 我觉得无形中 会有那种比较的心态 就觉得好像是被这个大环境的洪流推着走 对 推着走 反正人们就这样把我搬去的方向 我就像那个小孩去走 对 不用受影响 你说人们的心就是这样 就完全没有自己掌握自己原本的想法 如果怎么搞我 我就怎么走 还想我们就做他搞 人家说十四造英雄 对吗 你就想说我会赢的 我就这样走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戏剧里面的呈现 你对于婚姻这件事情 似乎也是很随顺姻缘 因为他已经嫁给你 而且生活这么久了 但是势必会有一些些 可能他不太能够理解 或是也必须要用包容的方式 来跟你相处的会是哪一些 最大的是脾气 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很暴躁 那时候 我真的是左路持继之后的脾气 变成了 我以前真的会发脾气 但是我现在都不会发脾气 我以前他才会害怕我 现在是为了我害怕他 我害怕他 我害怕我不是害怕的 我是为了大家做一个家庭的核 大家可以算比方 你和他计划那么多 比方是我们自己的母亲 你和他计划那么多的创生 对 我们年约就好了 对吧 我们就是求一个核 家庭就这样才会 不然现在 他如果没读的时候 和我们领见的时候 我们觉得整个家庭的气氛很慢 因为小孩子都没有在身边 就两个人而已 他看到我就把他动作 好像那个 陌生人 不是陌生人 就好像空气一样 就动作没看 但是他也是满熟 满精灵分分 他譬如说他要煮我这里 他现在煮一煮的 他放在桌上 但是他就是 不去叫你吃 要吃不吃水材力 他就跟他闻开 出去跟他一起教他 就这样子 所以痛苦的反而是你 你会觉得我好必就这样 没有什么事情 对吧 真的我脾气不好 就是你也知道我 就会这样子 也不是故意发脾气 就是无声众 会让人对大声 对 有点不然人家说 什么事情 就算我们 他都说我 偷偷让人家在那里 偷偷让人变 其实我不是说让人变 我就觉得 我也要跟你说清楚 是啊 真的 走路实际真的 好像我们的一个副身符 很多事情 我们都会退不想 在想事情 想比较寒 也想比较多 不想过去那么前生 感觉我就想要这样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 我们真的有需要同理心 我们今天想什么事情 我们都站在对方的立场 去退一想 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 原来他为什么会不舒服 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退下来 我们的脾气 我们就会降 我们就自然而然 久了之后 我们就感觉 就做很大的这种方面的 我们的变化了 对方也感觉 我们真的有在改变 了解 你感觉你们两个夫妻 其实做会 今天礼拜祝诊之后 什么人改变较多 如果我感觉 我改变较多 你改变较多 他也不是说不改变 他也是 因为祝队 他的跨点就比我少了 我过去算说 在两个人的家庭背景算不一样 他本来都比较单纯 我就在家庭里面 过去的时候 他就觉得 人家说我会比较烦 比较轻烦 我想要这样就要这样 以前生活还没有结婚之前 生活比较不正常 一定比较不正常 因为毕竟时间多嘛 朋友他都 不是都 以前都可以去 像说剃头店 有时候去剃头店 还有唱KTV之类的 无听什么都可以去 去的时间哪有可能 对 和朋友出去 一定都没有到三个半年了 所以以前的生活 绝对比较复杂 但是结婚之后 所以真的就有一个家庭 所以真的还是有一个家庭的时候 那种责任心就会重 对 不过以前像他一块人 就说 两个人说 如果出去人家判斤 突然就丢到 就丢到的 对 了解 所以对你自己来说 真的是要这样 突然间很大的一个 生活的形态的改变 自己还有没有其他很震撼 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觉得要去调整的 在心理上最大的改变 也是因为父亲的往生 那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人生的高点 跌到谷底 这个时候也感受最大 感受大的时候 那种当然会从一个 变成很 他本来是吃肉关节的 因为我这个人 如果在做头肉 我都不记得 真的是费情忘食 我都以工作为优先 吃饭的时候 你看看那时候放在旁边 都会想要 反正就把握时间 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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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爸爸往生之后 让我的感觉真的 那时候的落差就真的变很大 改变真的最大 你大概沉寂了多久的时间 那时候沉寂了 爸爸82年贵心 你如果想到八十 在八十九年才结束到慈寂 对吧 七年的时间 但七年的时间 在那本正式 在我当时放那年久 但是我也没有去 我拿给你看 时间我拿给你看 但是看 可能阴连还没有记住 还没有到 所以拿给那天天天天 没感觉 没什么感觉 在过程当中 有什么人 想过的办法 要把你找出来 还是用什么办法 希望让你改变神经 我们没有 因为他本身他算 他在法治庄工地 法治庄工地的时候 他就想说 叫我去那时候 我感觉比较不会 感觉时间太多 只要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让自己的心 可以得到一个沉淀 有些人都经常带 出去外 带他 以前人都 在那个工地里 都出去走路 出去走路的时候 还出去 到那里 有三万岁的 戏过走 戏过走的时候 要让我们的心情 可以感觉 在一个反核 还没感觉 其实大人发生 那时候的心情 真的都是 一直在盪在鼓底 那个心情 毕竟让我最大的改变 是走路持继 是 走路持继的时候 你会感觉 做一些对我们生命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你才感觉 你的生活是充实的 不但精神提起来 要积极地往前走 路人群为人服务 所以这是我们 这个玉良师兄 真的在心灵当中 可能有一段时间 在跟自己对话 然后希望 可以去提升的部分 如果对您呢 也是会有一方面的 一个启示的话 大家可以再了解看看 也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师兄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下次见 今天那个地是什么 是滑的 然后很冷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滑的 然后待会那个球 一直转手了 空虚要进来 先 乖乖往球拍往 先软身一下 好 接 好 接 声音很像 想要试试看看那个夏拉波瓦 它不是一打就 然后就很想试试看看 打不到 糟糕了 我们一开始很紧张要练习 因为两个人平常不会打网球 完了完了 等一下要打网球 我们先练习 打了几场 谁也接不到谁的球 因为其实我看过别人打网球 他一开始一定会先 就是顺一下那个球牌 球的弹性 然后这样打 然后我就发现我打一下 他怎么弹不起来 本来应该要弹这么高 就是他就这样弹不起来 完全没有办法打 所以不是我们不会打 是他没弹起来 对 对 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怎么接都接不到 也是由你们不会打这个因素存在 你不要 你只在旁边看而已 对 对 就不这样 怕你全身苦惯 来 我感觉 今天手感好像不太好 没有 我感觉 在那边看就好了 感觉 有啊 再给你们报告一件事 我以为哪儿回来后 好 我就要准备结婚了 好 你终身跟你结婚了 不是 不是 是我终身 带她要结婚了 对 是你终身要结婚了 旁边这两位是我的好闺蜜 哈喽 我是吴芳怡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小翠 我是Vicky 我在心里面饰演的是小芬 从就是丽玉的台词中 就会觉得自己也偷偷地感动 如果说我身边有这样一个追求者 我也会想嫁给她 对 对 因为其实身边的姐妹 会是Vicky最单亲的 今天的内容就是说 她不只照顾我 还照顾到我身边的人 然后我的亲朋好友 她都一个人照顾到 然后包括我 也是对我无微不至的 买了 买了 你叫我 现在应该很难有这样的男生 对 对 可是就会坏掉 包括只是对她好 是对她身边的人都好 这很难 在那个时候应该是 幸好男人标志吧 我下个衣袜子买了 一包衣服 是不可能 你就要去找手 都没有 你还能够 ắp 我还能够 你这儿 你还能够